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路加福音》的十二章一到七节 成千上万的人来听耶稣宣讲 我们平常假设有一个人他在讲话的时候 旁边有上千万人围在一起 这边还描写他们彼此互相践踏 你可想象那个拥挤的程度 那表示耶稣的我们用人性的角度来讲 人格的魅力 他讲的内容相当吸引人了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目前我们台湾的社会 有的时候你看到基督教的牧师 或者大型的表演的节目 世上千万人在那边欣赏 在那边看 那个就是我们常用一个字 正面的去形容叫做公众资产 这个人个人有人格的魅力 可是为比如说歌唱演讲 或者是他的人格的魅力 还有说他讲的知识的 那个真理的力量 这个都是很吸引人的 我们可以这些机会 我是觉得常常从正面的看 都要去看 那耶稣这边谴责 他第一个谴责他们 因为人那么多 人要分辨 所谓的分辨就是说 哪一个人是真正善人 哪个人是好人 哪个人叫我们中国文化说 良师亦友 真正的帮忙你 影响你吗 耶稣这边提醒 你们要防止 防止你接触的人中间 有法利赛人的效目 所谓法利赛人的效目是什么 是虚伪 我记得我有一次讲过 教宗在众位弟兄的通议里面 特别强调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真实 真实中性 再加上有爱的关系 人连死亡都不怕 这个很特 这个就是说 真实的关系 跟诚实的态度 不是虚假 你可以想象 我们今天的社会 就很清楚叫诈骗 诈骗就不是真实的 他告诉你你怎么投资 他告诉你你得到什么奖金 都是假的 所以先寻求真实 然后再寻求在天主内的真理 过一个真实的生活 说话真实 做事情真实 那个不真实就是 你讲的一回事 做的一回事 言行不一致 我们平常在生命经验中间一样 你发现你老板 都是假的 他要欺骗 要利用他的员工的时候 讲的好听的话一堆 实际上真正有财 有财物可以分配 有什么资源可以分配 有机会可以分配 他不分配给员工 这就言行不一致了 我讲争权夺利 然后还有我们平常 习惯上都很清楚 我最棒 叫做自我忠心 自以为是 就看不起别的人 假的你有这些态度 都会引导你 过一个很虚假的 不真实的生活了 耶稣第一个揭露的 那下面讲的是说 没有什么事不被公开的 这边是说 并不是说你做什么坏事 早晚会被公开 那我们也相信 就是假之你做坏事 后面也一定有后果 人总是要行善 有善的效果 不要走到恶的道路上面 这个是蛮重要的 我真是接触到的 所谓的诈骗 包括我自己的学生 也有过类似的经验 被法律判刑 做老师的内心很难受 就是因为诈骗 然后投资 然后年轻人就希望 很快地得到一笔大的钱 他们都讲第一桶金 或者什么 人生赚钱 正当地赚钱 是一步一步的 很扎实的 没有突然的 做生意可能赚得多一点 可是做生意有成本 也有成本 要实实在在 这个叫真实 我碰到过 那就是所谓的诈骗 这个社会诈骗的 那个诈骗的数字 上次在网络上的新闻 你可以看到 270亿国际的诈骗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呢 所以耶稣说 这一类的事情 都会被公开 尤其网络时代 数学化的时代 可是这边讲的 天主的福音 跟天主的真理 早晚会告诉全世界 我们天主教信仰 已经两千多年了 这两千多年 这些事情都会说出来 公开地说 这些事情会公开 天主的真理 你要去追寻 你要找到真实 找到真理 找到耶稣基督是谁 找到耶稣基督 带给我们 什么样的救恩的生命 然后这边 耶稣下面一段 讲得很美 说你不要担忧跟害怕 不要怕你的权力丢掉了 金钱消失了 被人家抢走了 被骗了 为什么 连五只麻雀 卖两文钱 很小很小的 五只麻雀 最低最低的 街上都是麻雀 卖两文钱 可是天主连你的 天主连一只 那五只麻雀 一只都不会丢掉 也不会忘记 连我们所有人的头发 每个头发 天主都算过了 你看天主的爱 最后福音的一句话 你们不要害怕 你们是比这些麻雀 贵重的多了 人的生命当然比麻雀 贵重的多了 你好好自己按部就班的 活自己的 过自己的生活 不要过度的担忧 这是耶稣的讯息 因为为什么 天主的后面 那个叫无限的爱 尤其是宽恕 原谅 接纳的爱 那个力量 就是尊重我们 信任我们 愿意我们过一个幸福 美好的生活 这个力量 远远比你的担忧 跟那个害怕 大得多得多 我们要相信这个 谢谢大家